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吃什么饭 可是舒精灵 我们的衣服上有很多颜色呀 所以你们可以吃到各种食物 小五 你衣服上有蓝色 粉色和白色 给你吃蓝莓 大虾和米饭 太好了 有主食 有肉类 还有水果 吃这些我一定会很健康的 比比东 你的衣服是紫色 黄色和白色 给你吃葡萄 鸡排和米饭 舒精灵 我不喜欢吃米饭 能不能给我换成别的 不行 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 那 那好吧 蓉蓉 你衣服的颜色是蓝色 红色和白色 那就给你蓝虾 番茄和米饭吧 哎呀 这些我都不爱吃 舒精灵 我衣服的颜色是紫色 红色和白色 我能吃什么呀 小雪 就给你吃葡萄 巧克力和米饭吧 啊 我才不想吃这些东西 舒精灵给我的 都是我不爱吃的东西 我也是 我最不喜欢吃米饭和巧克力了 热量这么高 吃这些我一定会长胖的 我才是最倒霉的 肉这么少 根本就不够我吃 啊 这怎么办啊 灯灯我想到了 只要我们把衣服 换成喜欢的食物颜色 不就可以了吗 太好了 我们这就去换衣服 我们这就去换衣服 小五给你吃蓝虾 番茄和米饭 哇 太好了 比东东 你去换衣服了 是啊 舒精灵快给我打饭吧 你穿黄色的衣服 给你炸鸡 葡萄和米饭 我不要葡萄和米饭 你给我三块炸鸡吧 比比东 只吃炸鸡 对身体不好 我不管 我就要吃炸鸡 哎 那行吧 给你三块炸鸡 太好了 舒精灵 我爱死你了 舒精灵 我的衣服是红色的 我要吃很多很多的棒棒糖 别的我都不要 那行吧 给你 谢谢你舒精灵 蓉蓉 你换个绿色的衣服 你要吃什么 我只要蔬菜就行 你有什么蔬菜都给我吧 那 那行吧 太好了 终于吃到我喜欢的食物了 医生医生 你快看看 我这是怎么了 还有我 还有我 我的牙齿特别疼 你们别急 让我看看 比比东 你是吃太多油炸的高热量食品 而且不运动才长胖的 那我以后都不能吃肉了吗 不是的 食物必须搭配才行 你吃肉的同时也得吃蔬菜 好吧 医生 我知道了 小雪 你是因为吃了太多糖果 还不刷牙才这样的 以后你要少吃甜食 而且早晚都要认真刷牙 不然你就得长住牙了 我不要啊 我不要找鹿羊 医生 你快看看荣荣 她刚刚突然就晕倒了 让我看看 荣荣是只吃蔬菜 导致营养不良才晕倒的 回去记得多补充营养 你医生 我知道了 小五姐姐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我们也知道了 快跑啊 有怪兽 不要跑 我不是怪兽 我是大海中的海神 我在找我失踪的美人鱼妹妹 我们不会游泳 我们不是大海 我们大海可美了 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不但不用学习写作业 还可以使用神奇的魔法 这么好 我想去 可是我们没有鱼尾巴啊 美人鱼碰到水才会显出鱼尾巴 我现在用魔法下雨看看就知道了 呼风唤我 哇 我有美人鱼尾巴 我是美人鱼公主 我怎么也有美人鱼尾巴 我们都有美人鱼尾巴 啊 不对啊 你们怎么都有美人鱼尾巴 我只有一个美人鱼妹妹 一定有人是假冒的 有了 我的美人鱼妹妹唱歌特别好听 你们唱首歌我就知道了 那我先来 I see you I see you 停停 荣荣你就算了 你还是回去做作业吧 该我唱歌了 五六七 你就不用唱歌了 为什么 我不想回去写作业 因为你是男生了 海神哥哥要找的是妹妹 你的鱼尾一定是假的 比比东说的对 五六七你也回去写作业吧 还是我来唱歌吧 哇 比比东你唱歌真好听 原来你才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太好了 我不用回去写作业了 其实我的鱼尾是假的 唱歌是我用录音记录好的 我只对嘴型就好了 你们谁都不要告诉海神哥哥 不然我就把我的作业让你们写 比比东妹妹 快和我回大海吧 海神哥哥 我还没唱歌呢 臭兔子 怎么哪都有你 海神哥哥都说我是美人鱼妹妹了 可是我唱歌也很好听啊 是呀 那小巫你唱歌我听听 猩猩猩猩猩 你为什么眨眼睛 难道是在告诉我 你是天上精灵 哇 太好听了 这么说你也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你们两个都是美人鱼妹妹 这可怎么办 啊 老鼠 对啊 我的美人鱼妹妹哭出的眼泪是珍珠 小五的眼泪是珍珠 小五才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谁说的 我也能哭 咦 怎么没有珍珠呢 比比东 你哭不出珍珠 你还是回去做作业吧 不要了 我不要做作业 小五妹妹 快等我回海神宫吧 好啊 海神哥哥 其实我是千刃雪 真正的小五美人鱼 还在地宫里给我哭珍珠呢 比比东妈妈太笨了 假冒都不会 我要去海神宫享福了 再也不用写作业了 海神哥哥 你在哪啊 千人雪冒冲我的样子 怎样才能让海神哥哥知道真相 我警告你 谁都不许告诉小五 谁要是敢告诉小五 我就用浩天捶揍你 姐姐我真是厉害 唐哥哥已经被我控制了 以后只会喜欢我 臭小五 你就等着哭吧 按雪糕数量放价 有几只雪糕就放几天价 哇塞 我有一百只小布丁 我能放一百天价了 哎呀 我只有五十只老冰棍 看来我只能放五十天价了 真倒霉 我只有一只雪糕 只能放一天价 洞罗大陆初心规定了 这次我们按雪糕的价格放价 大家听到了吗 现在你们算一下雪糕的价格 这次根据雪糕价格放价 哎呀 我放不到一百天价了 小布丁是五毛一只 一百只就超一一百 是五十块钱 阿七的雪糕金额是五十块 放价五十天 放价五十天也不错吗 我回家玩去了 阿七 快把我的一百只小布丁还我 要是化了 我还怎么吃 什么 阿七 你居然用输精灵的小布丁来骗我 我宣布你的假期取消 明天继续来上课 真倒霉 依然没有假期 嘿嘿 还好我的雪糕都是自己买的 老冰棍一块钱一只 我有五十只 伙伴们 你们知道五十只老冰棍多少钱吗 不错 就是五十块钱 比比东 你算得没错 那你就还是放五十天价 太好了 终于可以玩了 东东 你的成绩太差了 姐姐给你报了补习班 有英语 奥数 钢琴 游泳和阅读 可要好好补课 争取下学期 全部都能考到 不是吧 要补这么多课 那我还怎么玩啊 小五 只剩下你了 你的雪糕多少钱 这个雪糕是如若送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这样 那就算三块钱好了 老师吃过最贵的雪糕 雪糕就是三块钱 我从小就是最可爱的恶魔公主 但我却爱上了天使族的王子 只因在大战争 恶魔被奸使消灭了 天使王不忍心伤害又小可爱的我 便把我带到天堂抚养 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长成了楚楚动人的少女 唐三王子是我的青梅竹马 也是所有天使们的梦中情人 和其他排斥我的天使不同 看到我走来 他会温柔的对着我笑 然后热情的向我打招呼 我承认我被他迷倒了 但这却引来了天使的嫉妒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丑陋的恶魔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王子殿下不会喜欢你的 他们嘲讽完后扬长而去 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难过 直到这天 唐三王子和天使公主千任雪订婚了 看到他们幸福的笑容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 我难过极了 这时千任雪公主却走了过来 离开原点 你这个丑八怪 你最好滚回你的明界去 千任雪的羞辱让我咬牙切齿 我承认我自卑了 走在路上 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 既然这里已经没有人爱我 那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 我擦干眼泪做好了决定 既然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 那就回到狠三属于我的地方吧 我来到了明界 发现恶魔其实并没有灭绝我 还有同类 他们纷纷跑出来 欢迎我至把我奉为恶魔之王 我的周围充满了钦佩依赖的目光 这是我从未体会过的 在他们为我献出权杖的时候 我决定要带着他们向天堂复仇 殊不知 我早已落入了陷阱里 千任雪公主早就找到了五六七恶魔 达成了合作 等我来到天堂时 却发现天使们早已经埋伏在了这里 千任雪公主得一的现身 恶魔终究是恶魔 我早就知道了你的计划 我被天使们抓住 关进了地牢里 唐三却来探望了我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一直以为 你跟其他恶魔不同 明天我就要结婚了 我会留你一命 你要好自为之 看着唐三王子的背影 我难过极了 后悔自己迷了心窍 辜负了唐三的信任 我恶魔力破通了我身上的铁链 打算逃离这里 但在这之前 我想最后去一次天空虫堡 看一眼我最爱的那个人 我换上了伪装 来到了婚礼的现场 可就在这时 五六七恶魔突然出现 他指着千任雪说出了真相 这一切都是千任雪公主的计划 他急不我们的恶魔公主 让我怂恿公主殿下进攻天堂 并许诺绝不会抓捕我们 但他却食言了 唐三生气急了 他愤怒的质问问千任雪公主真相 但看着他的表情 唐三明白了一切 他命令士兵代表千任雪 但千任雪 他彻底的堕落成了恶魔 我已经没什么可在意 兴使又如何 弱魔又如何 我要让你们全都消失 就在他要伤害唐三时 我大声阻止了他 开始跟这位货天使展开对决 两股情感的光波发生了爆炸 因为几前被打伤 所以我不敌他 被摔在了地上 远看着千任雪要对唐三下手 我赶紧顺不到一次身后 心境所有力量立下了咒语 一声爆炸 货天使千任雪终于被我消灭了 可我也因为用尽了力量 化为星星消散在了空中 唐三悲痛不绝 这时奇迹发生 光芒出现 我竟重生变成了天使 就像凤凰一火重生 我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出小猪佩奇 我出猪爸爸 我出猪妈妈 我出猪八戒 消除失败 五六七错误 五六七 你出猪八戒干嘛 什么 我看你们出的都是猪 难道猪八戒不是猪吗 什么呀 我们出的是动画片角色 这轮你应该出小猪佩奇里面的 对不起呀 是我搞错了 没关系的比比东 我们再来一局吧 不行 失败后游戏直接结束了 你们没有机会了 什么呀 怎么会这样 小花仙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五六七以前没有玩过 啊 那好吧 不过要是在失败 可就没有机会了 谢谢小花仙 我出赛罗 我出狄家 我出小钢铁侠 嘿嘿 奥托曼我看过 我出杰德 消除 等等 我们再检查一遍 大家快帮忙看看 我们有出错吗 呃 哎呀 有什么好看的 肯定没有错 好啊 比比东 你怎么这么自信 我看就是你错了 大家都说 小钢铁侠是漫威宇宙的 哦 对不起啊 我搞错了 那我换成奥特之父 消除成功 奖励一人一个大西瓜 喵喵喵 多好吃 我还要 这次我出 啊 等等 凭什么每次都是小五先出 我也想先出 那你出吧 嘿嘿 我要出个男的 故意输掉游戏 然后回家睡觉 我出早餐 我出午餐 我出晚餐 呃 早餐午餐晚餐 都被你们出了 我出什么呀 哎呀 看来我们要失败了 失败了还笑 好啊 比比东 你故意的 大家都告诉我了 你根本不想赢 可恶 居然被发现了 我就是想回家睡觉嘛 反正没什么出的了 今天就玩到这吧 回家了 哎呀 等等 谁说没出的了 反正都是吃饭的 我出宵夜 什么 这都行 消除成功 奖励你们一人一杯珍珠奶茶 哎呀 我一点也不开心 好了 比比东 你回家睡吧 我们不玩了 以后不想玩就直说 别再故意输了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们真是我的好朋友 我来救我的美人鱼妹妹了 唐三哥哥 我是你的美人鱼妹妹 不对啊 我只有一个美人鱼妹妹 唐三哥哥 我是小五美人鱼 小伙伴们都知道 我才是你的妹妹 对啊 小五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来 怎么打不开锁嘛 唐三哥哥 你钥匙上的数字是一百 小五锁上面的数字 和你不一样 我的锁也是一个一和两个零 我才是你的美人鱼妹妹 对啊 小雪妹妹 我这就用钥匙 帮你打开笼子 哎呀 怎么打不开我的笼子呢 明明都有一和零啊 因为你根本不是唐三哥哥的美人鱼妹妹 唐三哥哥 你看我的算式是九十九加一 正好等于你的一百 我才是你的美人鱼妹妹 啊 还真是这样 原来冰美人鱼才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来 太好了 我自由了 唐三哥哥 我这就带你去大海里玩 大海可美了 谁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我来救你了 五六七哥哥 我是你的美人鱼妹妹 小五你不是 我才是 五六七哥哥 我锁上的算式是一加零加零等于一 和你钥匙上的数字一样 你快救我出去吧 哼 你别骗我 一都加上两个零了 怎么可能还等于一 没错 五六七哥哥 我才是你的美人鱼妹妹 快救我出去吧 我带你去大海玩 哼 你也别想骗我 你的一也加了数字 你们的算式都比我大 我不会上当的 看来这里没有我的美人鱼妹妹 我要去别的地方找我的美人鱼妹妹了 行 五六七哥哥 小伙伴们都告诉你呢 一加多少个零都等于一 我真的是你的美人鱼妹妹 啊 原来一加零加零真的 还是一啊 小雪美人鱼是我的妹妹 小雪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来 太棒了 我出来了 五六七哥哥 咱们快去大海吧 我给你看我收藏的珍珠 怎么还没有人救我出去啊 我也好想回大海 小五美人鱼 你知道我的美人鱼妹妹是谁吗 比比东姐姐 我就是你的美人鱼妹妹啊 这里只有我一个美人鱼了 小五美人鱼 你不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我的数学可是满分 你锁上的算式是一加六等于七 而我要是上的数字是十 正等打不开你的锁 哪还有别的美人鱼妹妹呢 难道真的没人能救我吗 不对啊 我明明记得我的锁是九加一啊 怎么会是一加六呢 我想起来了 比比东姐姐 我的锁刚才旋转了一下 放颠倒了 你看我把它转回来 现在是不是变成了九加一 对啊 原来六旋转过来就是九 没错了 九加一等于十 小五美人鱼 你是我的美人鱼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了 太好了 我终于自由了 小伙伴们 你们会粗心的把六看成九吗 小羊小羊快开门 你们的妈妈我回来了 妈妈我来了 阿七不能开门 她不是我们的妈妈 小五你说什么呢 妈妈只是出去买了个菜 怎么连妈妈都认不出来了 我们的妈妈声音可好听了 才不是你这个样子 对啊 妈妈的声音没有这么难听 可恶被你们发现了 小羊们我会回来的 小羊小羊快出来和我一起玩吧 是比东东来找我们玩了 小五姐姐我们快出去玩吧 不对 阿七他不是比东东 比东东知道我们的名字 他怎么会叫我们小羊呢 我 我就是比东东 小五 你不要乱说啊 比东东 我们今天的语文作业是什么 是 是被古诗 举头望明月 抬头思故乡 你不是比东东 今天是周末 老师根本没有布置作业 可恶 又被发现了 阿七 小五妈妈回来了 快开门吧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 阿七小五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那你怎么没有拿钥匙呢 妈妈今天出门买菜 忘记带钥匙了 那妈妈 你买了什么菜 我买了你们最爱吃的青草 是妈妈 小五姐姐 我们快开门吧 不行 阿七弟弟 我总觉得他不是妈妈 哎呀 大灰狼来了 阿七小五快开门 让妈妈进去 小五姐姐 妈妈有危险 我们快开门 不对 阿七弟弟不能打开门 小五姐姐 你说什么呀 大灰狼要抓走我们的妈妈了 妈妈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是让我们先走 怎么可能会让我们开门 让大灰狼不就把我们也抓走了吗 啊 好像是这样的 你听门外没有声音了 可恶 又被发现了 我的宝贝女儿们 妈妈回来了 快开门吧 大灰狼别骗我们了 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阿七 你说什么呢 什么大灰狼呀 我是你的妈妈呀 我才不信呢 这次我不会被你骗到了 我没骗你们 我真的是杨妈妈 我怎么感觉门外真的是妈妈呀 上学了 小五 你怎么在这哭啊 是啊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 我早晨醒来 发现自己的衣服鞋子都不见了 连我的兔耳朵也被偷走了 什么 这个小偷也太过分了 怎么连兔耳朵都偷啊 小五 你说的兔耳朵不会是我这个吧 啊 我的兔耳朵 小雪你能把我的兔耳朵还给我吗 这个是比比东妈妈送给我的 天润雪 这一定是你妈妈比比东从小五那里偷的 你应该还给小五 咦 兵公主 你身上的衣服怎么是我的粉色 你不是喜欢穿蓝色衣服吗 说起来就生气 这个布娃娃好可爱 比比东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布娃娃 我要告诉老师 什么是抢你的布娃娃 我是和你交换 这件衣服送给你 布娃娃归我呢 比比东用这件衣服 强行换走了我的布娃娃 原来这件衣服是你的 我这就还给你 谢谢你 兵公主 这个布娃娃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送给你吧 哇 好可爱的布娃娃 我喜欢 小五 如果你给我一个布娃娃 我也把这个兔耳朵还给你 好啊 这个布娃娃送给你 很可爱 那给你兔耳朵 谢谢你 小雪 我也好想要玩具 对了 小五 这件裙子 你要不要 如果你给我玩具 我就把它给你 这就是我的裙子啊 你从哪得到的 这件裙子就放在我家门口了 你要送我 什么玩具啊 五六七 你喜欢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手办送给你吧 哇 太好了 我最喜欢奥特曼了 现在就差鞋子了 小强 你脚上怎么穿着女生的鞋啊 这不会是我的鞋子吧 什么你的 这就是我的 我穿着大小正好 不信你看 哎呦 我的脚 小强 你的脚比我的脚大 穿我的鞋 当然会不舒服 哼 我不要这个鞋了 这可是我从笔笔东那用一罐锋利换的 这下亏了 小强 这个熊大造型的布娃娃送给你 哇 这个布娃娃我喜欢 这下 我所有的衣服饰品都找到了 谢谢大家 我先走了 咦 你们在这干什么 我都等你们半天了 快把我放你们那个东西都还给我 妈妈 你是说小五的衣服吗 都被他用玩具和我们交换回去了 可恶 来晚了 咦 这些玩具也不错 能换不少钱 快把这些玩具都给我 比比东 这是我们的玩具 凭什么给你 我也和你们交换 乖女儿 这个给你 妈妈 这是男生的衣服 没事 都一样 快把布娃娃给我 很好 这件裤子给冰公主 你 你又要抢我的布娃娃 你太过分了 不想挨揍就快点给我 这双鞋就给五六七你吧 这双鞋很好 我穿大小正合适 这个奥特曼 手办归你了 小强 这个锤子给你吧 正好你喜欢披木头 这个锤子看着好眼熟啊 好像在哪看到过 快点把熊大布娃娃给我 好吧 不错 这么多玩具应该能卖不少钱 嘿嘿嘿嘿 小雪 你手里的衣服是我的 能还给我吗 可以啊 我要这男生衣服也没用 不过我想吃零食 好 我用汉堡和你换 唐三 这个裤子是不是也是你的 是啊 那你可以用一杯奶茶和我交换 嗯 好吧 这杯奶茶给你 这双鞋我穿着很好看 如果你想要回去 就得给我一个汉堡和一杯奶茶 我最后的汉堡奶茶都归你了 好了 我的衣服也穿好了 我要去上学了 平 唐三 这个浩天锤你忘了吗 我也想吃汉堡和奶茶 对啊 我怎么把浩天锤忘了 可是我没有汉堡奶茶了 要不我这还有一瓶可乐 给你吧 可乐 可乐很好喝 可是妈妈说喝可乐对身体不好 哎呀 好纠结啊 我到底要不要和唐三交换呢 我变成珊瑚 我变成海星 我变成金鱼 我 我变成什么呢 小羊们 我要来找了 算了 我变成美人鱼吧 我来了 咦 美人鱼公主 你怎么在这 嗯 太好了 看来五六七没认出我 我在这里休息呢 那你休息吧 我们在玩狼抓小羊 我先找人了 鲸鱼 鲸鱼 你知道唐三在哪吗 我不知道啊 是荣荣的声音 荣荣 你暴露了吧 鲸鱼怎么会说话呢 可恶 五六七你骗人 我不服 龙龙 你的眼泪鼻涕都掉到我身上了 对不起啊 三哥 我不是故意的 唐三 你压到我了 对不起 比比东 我也不是故意的 原来唐三变成了海星 比比东变成珊瑚呀 我还没去找你们 就自己出来了 现在就剩下小五没找到了 小五在哪呀 收下奥特曼 收下奥特曼了 小五 你输定了 我才是童话王国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小红俊 你是不是睡觉睡过头了 我都三个小奥特曼了 你一个都没有 怎么我就输定了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小五 小红俊 你们两个在这做什么呢 蓝色妖姬 我们在比赛谁是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如果谁先集齐了六个不同的小奥特曼 谁就是童话王国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最后可以召唤最厉害的奥特曼 对了蓝色妖姬 你要把小奥特曼给谁呀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给我的好朋友小红俊了 小红俊给你一个暗黑小奥特曼 小五 看到了吧 现在小朋友喜欢的是我 小红俊 都会给我送小奥特曼的 你不会再收到小奥特曼了 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一定是我 小红俊 可是你还是比我少两个呀 别着急 你看这是什么 哼 小红俊 你拿小赛罗的卡片干嘛 小赛罗可是先生 我最受欢迎的奥特曼了 一个卡片就顶四个小奥特曼 嘿嘿 小五你瞧好了 小红俊你好过分 竟然用小赛罗的卡片 你有你也用啊 可可我没有 那不就行了 有就用 没有就不用 你就等着输吧 比比东千任雪 你们是来支持我成为最强孩子王的吗 怎么可能 我们当然是支持小五当孩子王了 给小五姐姐一个暗黑小奥特曼 我也是 给小五姐姐一个彩色小奥特曼 什么 小五五个小奥特曼了 气死我了 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 要支持小五呢 小红俊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都忘了吗 今天我当班长 快把你们的早饭都交出来 可是这是我妈妈给我准备的早饭 就是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把早饭交给你 废话真多 拿来吧你 小红俊 你太过分了 我要给你打零分 小红俊你怎么可以抢我们的早饭呢 小红俊班长快把早饭还给大家 我就不 喵喵喵 我吃完了 千任雪比比东 别伤心 我这里还有早饭 咱们三个一起吃吧 谢谢你小五 小红俊 你只会欺负人 每次都是小五在帮助我们 我是不会把小奥特曼给你的 我要让小五当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就是就是小红俊每次都喜欢抢我们的早饭和玩具 而小五姐姐却把早饭玩具分给我们 小五姐姐这么乐于助人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什么 你们既然说我欺负你们 我明明是好孩子 才不是呢 小红俊 你才不是好孩子呢 什么 龙龙 你为什么也说我是坏孩子 龙龙 你的冰淇淋看上去很好吃呀 当然了 这么热的天 吃一个冰淇淋特别的凉爽 龙龙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别吃了 把冰淇淋给我 我要吃 哼 我才不胖呢 我不会给你的 我还要吃呢 哼 拿来吧你 小红俊 你真是太过分了 龙龙妹妹 你怎么了 小五姐姐 我的冰淇淋被小红俊都抢走了 我还没有吃呢 什么 小红俊怎么又欺负小朋友 真是太过分了 龙龙妹妹不哭 小五姐姐这里正好有一个冰淇淋 就给你吃吧 谢谢小五姐姐 龙龙 我把冰淇淋还给你 你把小奥特曼给我 怎么样 小红俊 收起你的小聪明 对我没用 我才不给你呢 我要把白色小奥特曼给小五姐姐 只有小五姐姐可以当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小红俊 我已经集齐了六个小奥特曼了 我才是最受欢迎的孩子王 小五 你别得意 就算你集齐了六个小奥特曼 也不一定能召唤奥特曼 召唤奥特曼可是需要特殊的奥特曼能量 什么 召唤奥特曼还需要什么能量啊 不知道了吧 小五 你肯定召唤不出奥特曼 才不会呢 奥特曼都是光之巨人 只要注入光之能量就可以召唤奥特曼了 你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发皇冠了 发皇冠了 没你们快来啊 明天是唐三生日 凌取晚会的皇冠 我要这个水晶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的 来给你龙龙公主 我想要这个金色的皇冠 先给我一个么么哒哒就给你 给你 给你漂亮的十三公主 我想要这个粉红色的 三哥最喜欢我戴粉红色的皇冠了 我也要这个粉红色的 可是只有一个粉红色的了 要不你俩换一下吧 我不换 我先来 我不管 我就要这个粉红色的 我签认学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 那这样吧 要不你俩比一下 看看谁的人气高 这个粉红色皇冠归谁 你就比谁怕谁 我先来 我自己受的像一只飞恶不过 像青石焦火伴 按着我进行时刻 平息着撕裂的缺口 寻找 我也来 我们的爱情主都得到了救赎 我坠入茫黄荆棘的险地 曾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 我目睹你太多事了为止 到最后你说这件事 不知道这个皇冠画落树一下 发皇冠了 发皇冠了 没你们快来啊 明天是唐三生日 领取晚会的皇冠 我要这个水晶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的 来给你龙龙公主 我想要这个金色的皇冠 先给我一个么么哒就给你 给你 给你漂亮的十三公主 我想要这个粉红色的 三哥最喜欢我戴粉红色的皇冠了 我也要这个粉红色的 可是只有一个粉红色的了 要不你俩换一下吧 我不换 我先来 我不管 我就要这个粉红色的 我签认学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 那这样吧 要不你俩比一下 看看谁的人气高 这个粉红色皇冠归谁 你就比谁怕谁 我先你 我自己受的像一只飞蛾不过 像青石交火 按着我 进行时刻 平息着撕裂的选择 我也来 我也来 我坠入猫黄荆棘的险壁 从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 我目睹你太多失了危机 到最后你说就更奇怪 不知道这个皇冠花落谁家 太好了 老师来了 不许跑 快说是谁化妆进学校了 老师 我没有 还不承认 我在教室里捡到了口红 就是有人化妆了 我好好学习 偷偷化妆 还不快点把你们的面具摘下来 老师 我是男孩子 我才不化妆呢 我刚才在教室看见比比东拿过这个口红 我觉得他化妆了 老师 我没有 我只是捡起口红看看 五六七他冤枉我 那你把面具摘下来 摘就摘 还说没有 就是你化妆涂口红呢 老师 我这不是涂的口红 我是刚才是吃辣条辣的 把嘴唇辣肿了 什么 比比东 学校是禁止带零食的 你竟然偷偷带辣条进学校 糟了 说漏嘴了 老师 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哼 还下次 现在回去写一万字的检查 写不完不许进教室 不要了 小五 你又为什么戴面具 快摘下来我看看 好吧 老师 老师 一定是小五化妆了 不然他怎么能又戴面具有戴口罩呢 嗯 小五 把口罩也摘下来 好吧 小五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偷偷抹腮红了 咳咳咳 不是的 老师 我感冒发烧了 怕传染给同学们 所以才把口罩面具都戴上了 哎呀 你快去医院吧 现在感冒的同学太多了 小伙伴们也要多注意身体 好的 谢谢老师 老师 我就不用检查了吧 我可是男生 不行 所有人必须都检查后才能放学回家 快摘下面具 好吧 五六七 你脸上的红色印记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偷偷用口红在脸上画了 红色印记 哦 老师 我知道了 小乔 你这只钢笔可真好看 那是 这是我妈妈特地给我买的音乐钢笔 还能发出音乐呢 你们听 五六七 你为什么抢我的钢笔 快还给我 不还 我先玩几天 你别跑 你快停下来 小乔大笨蛋 你是追不上我的 事情就是这样 我撞树上把脸撞肿了 所以才有红色印记 一是抢同学东西 二是跟跑不注意安全不看路 回家也写一万字检讨 写不完不许进教室 不要啊 老师 我知道错了 还不快回去 亲人学 现在就差你了 快摘下面具 老师 我能不能不摘面具 不行 不摘明天就叫家长来学校 不要啊 老师 我沾面具 但是你不要笑话我 咦 亲人学 你脸上画的什么 乱七八糟的 小小年纪就化妆 还画的那么难看 不是的 老师 我这不是画上去的 同学们 这节魔法课要教大家的是变形魔法 首先是最简单的植物变形术 大家看好了 变形 哇 老师 你好厉害 好了 变形术的魔法咒语是 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记忆咒语 一会我来考察 哇 这只蝴蝶好漂亮 我好想变成这只小鸟 也飞到天上去 好了 时间到了 什么 这么快吗 糟了 我走神忘记记忆咒语了 唐三从你开始 好的 老师 变形 唐三不错 千刃学该你了 我 我 变形 千刃学 你是不是上课六号了 不然怎么能变失败呢 老师 我练习变形魔法失败了 所以才在脸上形成魔法印记的 千刃学 上课三心二意 不注意听讲是不对的 回家也写一万字检查 老师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了 咦 他们都没化妆 那这个口红是谁的呢 一定是别的同学的 我一定要找出来 好好惩罚他 哎呀 我新买的口红怎么不见了 交变形术的时候掉出去了 怎么就找不到了 好奇怪啊 小精灵来了 大家快躲起来 我变成冲浪板藏在沙滩上 我变成椰子挂在树上 我变成什么呢 有了 我变成大螃蟹藏进沙滩里 它们这样躲肯定会被找到的 看我的 我变成云朵躲在天上 哼 唐三小五 你这一点也不厉害 看我的 我变成沙雕藏在沙滩上 这样小精灵肯定就找不到我了 快说 到底是谁拿了我的翅膀 小精灵找到我们 我们就告诉你 你们太过分了 看我把你们全部找出来 哎呀 好痛啊 怎么有个椰子挂在树上 我知道了 唐三肯定是你变成了椰子吧 哎呀 被你发现了 好啊 唐三 原来是你拿走了我的翅膀 不是的 小精灵 你仔细看看 我的翅膀是紫色的 和你的不一样 好吧 可恶 到底是谁拿了我的翅膀 小精灵 你把大家都找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好吧 让我看看 水里怎么有只大螃蟹啊 我最喜欢吃大螃蟹了 我这就把大螃蟹抓回家住了 不要啊 小精灵 其实大螃蟹是我变的 五六七 原来是你拿了我的翅膀 才不是我 小精灵 你看我的翅膀是蓝色的 哼 我的翅膀也是蓝色的 可是你的翅膀只有蓝色 我的还有红色呀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呃 真的是这样吗 呃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五六七 不过五六七 你可以告诉我其他人藏在哪里了吗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 我给你最爱吃的臭豆腐 你就告诉我吧 谢谢小精灵 我知道小青藏在哪里了 我告诉你吧 他就藏在天上 天上只有云朵 原来是小青变的呀 五六七 你居然出卖我 我再也不要和你玩了 小青 你别生气 我给你最喜欢的大草莓 你把小五和比比东藏的地点告诉我怎么样呀 哇塞 我最喜欢大草莓了 那我就把小五在哪里告诉你吧 小五变成了冲浪板 五六七 你太过分了 居然一颗大草莓就把你收买了 我要给你发狗头惩罚你 怎么回事 小青的翅膀是绿色的 小五的翅膀是红色的 都不是我的翅膀 到底谁拿了我的翅膀呀 小精灵 其实还有比比东没被找到呢 要是找到了他 就知道谁拿了你的翅膀了 那比比东藏在哪里了呢 哼 我是大海中最后一个美人鱼 却爱上了伤害美人鱼的人类 只因人类的贪婪 美人鱼的数量不断减少 我也为了美人鱼的延续 将幼小可爱的我封印变成了人类送入了人类社会 封印只有我到18岁才能解除 独自在陆地上的我被一个叫比比东的人收养 可是他却并不喜欢我 只想让我帮他干活 我从小不但要做各种繁重的家务 还经常饿肚子被他的女儿牵面血欺负 周边的人也都不喜欢脏兮兮的我 只有一个人除外 那就是唐三哥哥 他是我们的邻居 因为帅气勇敢 是所有女孩的梦中情人 与那些讨厌我的人不同 唐三哥哥不但经常帮我做家务 还偷偷的给我吃的 我承认我喜欢和他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时都很快乐 但是这引起了姐姐千刃雪的不满 臭小五 你只是妈妈捡来的臭乞丐 就凭你也配和唐三哥哥说话 以后离唐三哥哥远点 别脏了唐三哥哥的眼睛 看着千刃雪嚣张跋扈的背影 我好难过 我喜欢唱歌 美人鱼都是天生的音乐家 每次我伤心难过时 总会一个人跑到森林深处唱歌 小动物们都会跑出来围着我听歌 他们都喜欢听我的歌声 只是我不知道的是 我的歌声被唐三哥哥听到了 他特别喜欢我的歌声 想要找到唱歌的人 可是这件事被姐姐知道了 他告诉唐三哥哥 他才是那个唱歌的人 他强迫我躲起来 配合他假唱 吸引唐三哥哥的注意 结果他成功欺骗了唐三哥哥 直到一天 唐三哥哥与千刃雪订婚了 看到他们幸福的笑容 我的内心被深深的刺痛了 只想一个人默默的哭泣 没想到千刃雪却故意走到我面前 臭小五 你又脏又臭 快从我们家滚出去 我和唐三哥哥在一起了 你别弄脏了我们的房子 原来他是怕我替他唱歌的事情 被唐三哥哥知道 被赶出家门的我 委屈又无助 不知道该去哪里 哭泣着走向远方 无意间来到了蓝蓝的大海边 看着这蓝蓝的大海 我似乎有无数的怒火从心中涌起 十八年来所受的委屈 化成强大的力量冲破了身体的封印 我又变成了美人鱼 我擦干眼泪 陆地只给我留下伤痛 我要回到属于我的家乡 我来到大海深处 竟然发现了好多逃过人类追捕的美人鱼姐妹 他们看到我都非常开心 让我当美人鱼心的族仔 看着他们开心的笑容和信任的目光 这是我从未体会过的 我要利用自己新获得的强大力量 打败贪婪的人类 保护我可爱的族人们 没想到小五姐的沙雕等级指数有六十五分 小五到 比比东到 五六七到 唐三到 很好 大家都到了 今天老师有事 大家上自习 哎呀 我怎么突然肚子疼 我要去厕所 老师不在 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我要看手机 可是老师 让我们上自习学习啊 小五 你也太乖了 我要睡会觉 嘿嘿嘿 五六七 你在干什么 啊 老师你怎么回来了 五六七你竟然上课时间看手机 不是的老师 这个手机是唐三的 我看他不在 手机放在桌子上 所以好奇拿起来看看 对呀 我刚出去 一会唐三就逃课 还敢带手机进教室 扣唐三两朵小红花 谁的小红花扣没了 就马上回家叫家长 看你们谁上课时 还敢做小动作 哎呀 这回老师应该不会回来了 刚才吓死我了 还好老师没发现我睡觉 我有点饿了 吃点东西吧 比比东 你在吃什么 啊老师 你怎么总神出鬼没的 太吓人了 比比东 上课时吃零食 扣一朵小红花 不要啊 老师 我知道错了 来老师 来一下校长办公室 你们都认真学习 别被我抓到 你们做小动作 哇 老师去办公室 短时间内回不来 我要看会漫画书 什么 刚才是谁说漫画书 小五 你手里的是不是漫画书 太过分了 我还没走远 就挑衅我 不是老师 我这是语文书 不信你看 嗯 不错 小五 小五在认真学习 奖励小五一朵小红花 你们谁能集齐五朵小红花 老师就送他一个惊喜大礼盒 我现在去办公室 嘿嘿嘿嘿嘿 哎呀 肚子终于不疼了 以后再也不吃隔夜的烤肠了 咦 我的小红花怎么变成一朵了 五六七 你知道我的小红花怎么不见了吗 我 我不知道 我看漫画书 没注意 这可奇怪了 唐三 你逃课这么久 回来还说话打扰别的同学 再扣一朵小红花 唐三 你现在没有小红花了 给我出去 明天叫家长到学校 啊 廖阿老师 我没做什么呀 怎么就叫家长了 快出去 还有你 五六七 我说刚才是谁说看漫画呢 还冤枉了小五 原来是你偷偷看漫画 扣你一朵小红花 真倒霉 都怪唐三和我说话 不然老师 老师一定抓不到我 是啊 五六七 你也太笨了 你看我就这样睡觉 老师就是发现不了我 哼 这次老师一定会注意你的 老师刚抽查我一次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抽查我了 我玩会游戏机吧 嘿嘿嘿 五六七 你上次习挺忙啊 手机漫画游戏机 样样没落下 扣你一朵小红花 明天叫家长过来 快出去 小五 比比东 你们俩要好好学习 老师 我知道了 哎呀 昨天玩游戏玩的太晚了 我还要再睡一会 咦 比比东你去干什么 比比东 你不好好上自习 来回走什么 嗯 比比东 你醒醒 啊 老师 我怎么在这 好一个比比东 上课不但睡觉还梦游 扣一朵小红花 不要了 老师 还不快回到座位上去 知道了老师 哎 不能再睡了 不然再梦游 老师就要叫家长了 我还是玩会游戏提提神吧 比比东 你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玩手机 没有啊 老师 难道是我眼花了 你和小五都要好好学习 老师是发现不了我的 这个游戏真好玩 好一个比比东 还敢说没玩游戏 手机在哪呢 快拿出来 老师 我在看书呢 你看错了 这是怎么回事 比比东到底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玩游戏 我才是真公主 要不就做个测试吧 就知道谁是真的 小姐 您没事吧 没事 测试要紧 小姐 您没事吧 慢着 大殿之上竟敢冲撞本公主 还不赶紧跪下 不赶紧跪 不赶紧跪了 来我看看 啊 咦 这不是皮带吗 小五你怎么不喝粥 吃皮带啊 姐姐 就一碗粥了 姐姐生病了 要留给姐姐吃 小五 等我回到我的王宫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的 姐姐 起床了 我们要去干活了 要说公主殿下请起床 好吧 公主殿下请起床 哎 我什么时候干过活啊 姐姐 我们从小就一直干活啊 哼 那是你 不是我 我可是公主 累死我了 姐姐 这个馒头给你吃 小五 你干的活比我多 为什么要把大馒头给我啊 你是我姐姐啊 我要照顾你 小五 你真的太善良了 善良的姑娘 能给我点吃的吗 老爷爷 这个馒头给你吃吧 小五 你等等 嗯 我这个馒头给老爷爷吧 小五你今天累了 你的馒头还是留着吃吧 好 谢谢你们 善良的姐妹 啊 你 是你把我变到这个世界的 不错 小雪公主 看来你长大不少 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你送回童话王国 真的可以吗 太好了 不过老奶奶 你能把小五一起送到童话世界吗 她是我妹妹 我答应过她 以后会好好照顾她的 你能这么说 证明你真的长大了 满足你的愿望 我们终于回到了童话世界 小五妹妹和我一样成为了这个世界最善良的公主 我出喜羊羊 我出懒羊羊 我出美羊羊 我出鸡腿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蓝色妖姬你会不会玩呀 大家必须要出同一类型的东西 你出鸡腿干什么呀 我我我什么呀 我不玩了 这个游戏最少四个人才能进行 蓝色妖姬走了 我们和谁玩呀 别担心 我有电话可以打给我的好朋友们 喂谁呀 是我呀五六七 你快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啊怎么又玩游戏 太累了 我不想玩 可是我们还差一个人求你了 我来我来 小五我陪你玩游戏 我现在就过去 我来了我来了 红色风暴 你来的真快 我们快开始吧 我出光头强 我出熊大 我出鸡鸡国王 红色风暴该你了 这也太简单了 不就是出熊出没吗 我出熊二 回答正确 哇塞 红色风暴你也太聪明了 这么快就知道怎么玩了 嘿嘿 小意思 我厉害着呢 那我们开始下一轮 我出眼镜狗头 我出恐龙狗头 我出炸弹狗头 大家出的都是狗头 还有什么狗头呀 到我计时开始 红色风暴你快点呀 时间要到了 知道了知道了 我出王者狗头 回答正确 好爷 我们又赢了 红色风暴 你真棒 亏你想得出来 这个游戏太难了 我不想玩了 啊 那好吧 红色风暴走了 又少了一个人 怎么办呢 我还想继续玩呢 嘿嘿 我们把五六七召唤过来了 好疼呀 哎呦 我不是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吗 怎么掉到这里来了 既然来了 就别着急走了 快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啊 那好吧 开始了 我出西瓜 我出榴莲 我出橙子 我出哈密瓜 回答正确 不错嘛 五六七 继续加油 这个游戏好玩 不用跑来跑去的 我出海马 我出海星 我出螃蟹 我出 我出 我出章鱼 回答正确 好险好险 最后一个也太危险了 我要去第一个 好吧 那我和你换换 我先来 我出黄色预警 我出红色风暴 我出黑色玫瑰 大家说的都是颜色战神 我出什么呢 阿七 石头和巧克力哪个能吃 当然是石头呀 回答正确 看来你有好好听课 下一个问题 勺子和牙刷哪个能用来吃饭 是牙刷 小雪回答正确 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 熊猫和鸡谁更重 是熊猫 不对 当然是鸡更重啊 小五 你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 回家好好给我反省 妈妈 你说巧克力和石头哪个能吃啊 当然是石头呀 那大象和蚂蚁哪个更高呢 我知道我知道 蚂蚁长得更高 什么 那青蛙和鲨鱼哪个吃虫子 小五 你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一直问 当然是鲨鱼吃虫子呀 你们说的都不对 巧克力能吃 石头不能吃 大象长得比蚂蚁高 青蛙才是吃虫子的 小五 你在学校到底学了些什么 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会 今天惩罚你不准吃饭 明明是妈妈回答错了 小五 你到底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 瞎说 明明是你们变傻了 我要去找小天使 小天使小天使 你快去看看大家 他们都变傻了 难道小五发现我使用了反化魔法 不行 我不能让小天使看出来 不然我一定会被送去坏孩子管理局的 小天使 小五是骗你的 我刚刚才遇到了阿七他们 大家都很正常 小天使比比东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事情是这样的 什么 居然有这种事 让我用清晰魔法看看大家有没有变傻 天使之力 小五 大家没有变傻呀 嘿嘿 我用的是反化魔法 大家只是说出来的话变了而已 并不会被小天使识别出来 这下小五就要被惩罚了 小天使 我早就说了 小五就是骗你的 这下证明了吧 你快惩罚他 我不喜欢骗人的坏孩子 小五 要是你下次再骗人 我就送你去坏孩子管理局 比比东 我们走 我 我没有骗人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大家快倒立 好的 我倒立 干嘛要倒立啊 来不及解释了 快倒立 小五从来不骗人 我听他的 我也倒立 我才不倒立呢 太累了 发现有人没倒立 抓走 糟了 五六七被抓走了 谁让他不听小五的 大家别担心 小花仙会救他的 好了 大家现在不用倒立了 哎呀 终于不用倒立了 累坏我了 哎呀 倒立好累啊 啊 又收到指令了 大家快跳起来 不停的跳 好的 我也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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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跳起来真好玩 没有倒立那么累了 我跳到屋顶上了 我跳得最高 嗯 我跳到大树上了 我最高 嗯 我跳到彩虹上了 我最高 哇塞 小红俊好棒啊 跳得真高 我跳到了飞机上了 我跳得最高 啊 大家别跳了 又有指令了 先到地面上 大家快躺下 什么 躺下 不行 我的新衣服会脏的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衣服会不会脏 你忘了五六七被抓走的事了 啊 那好吧 我可不想被抓 我躺 大家在地上躺着走 什么 躺着走 太过分了 这样我的新衣服不光会脏还会破 哎呀 这是什么破规定 我听小五的 我走 啊 我掉进水里了 哎呀 小朋友 我来救你 谢谢你 不客气 你埋这里干嘛啊 我们被要求按照规定做动作 倒立跳跃 有人在地上躺着走 我知道了 其实我是这片海的海神 我来看看真相吧 真相致敬 太好玩了 我给小五试了黑魔法 他收到指令 让他们做各种动作 真是笑死我了 那黑魔女大人 你也太有创意了 这样以后我们就会是同化王国 最受欢迎的人了 肯定的 我要想想下一个指令 让他们做什么 啊 这是我的姐姐 她最喜欢恶作剧了 刚才听你们一说 就猜到是她了 你姐姐也太过分了 乌龟海神 你帮帮我们吧 糟了 指令又来了 今天认识也算是缘分 就帮帮你们吧 魔法 解除 太好了 魔法解除了 谢谢乌龟海神唐三 糟了 我姐姐快来了 我先送你们走 乌拉拉魔法 变 快站到我的背上 我送你们回家 来晚一步 坏弟弟又坏我的好事 下次被我抓到饶不了你 大家快倒立 好的 我倒立 干嘛要倒立 来不及解释了 快倒立 小五从来不骗人 我听他的 我也倒立 我才不倒立呢 太累了 发现有人没倒立 抓走 糟了 五六七被抓走了 谁让他不听小五的 大家别担心 小花先会救他的 好了 大家现在不用倒立了 哎呀 终于不用倒立了 累坏我了 哎呀 倒立好累啊 啊 又收到指令了 大家快跳起来 不停的跳 好的 我也跳 我也跳 跳起来真好玩 没有倒立那么累了 我跳到屋顶上了 我跳的最高 我跳到大树上了 我最高 我跳到彩虹上了 我最高 哇塞 小红俊好棒啊 跳的真高 我跳到了飞机上了 我跳的最高 啊 大家别跳了 又有指令了 先到地面上 大家快躺下 什么 躺下 不行 我的新衣服会脏的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衣服会不会脏 你忘了五六七被抓走的事了 啊 那好吧 我可不想被抓 大家在地上躺着走 什么 躺着走 太过分了 这让我的新衣服不光会脏还会破 哎呀 这是什么破规定 我听小五的 我走 啊 我掉进水里了 哎呀 小朋友 我来救你 谢谢你 善良的海龟 不客气 你埋这里干嘛 我们被要求按照规定做动作 倒立跳跃 有人在地上躺着走 我知道了 其实我是这片海的海神 我来看看真相吧 真相之敬 太好玩了 我给小五试了黑魔法 他收到指令 让他们做各种动作 真是笑死我了 看黑模拟大人 你也太有创意了 这样以后我们就会是同化王国最受欢迎的人了 对非 肯定的 我要想想下一个指令让他们做什么 这是我的姐姐 她最喜欢恶作剧了 刚才听你们一说就猜到是她了 你姐姐也太过分了 乌龟海神 你帮帮我们吧 糟了 指令又来了 今天认识也算是缘分 就帮帮你们吧 魔法解除 太好了 魔法解除了 谢谢乌龟海神唐三 糟了 我姐姐快来了 我先送你们走 乌拉拉魔法 变 快站到我的背上 我送你们回家 来晚一步 坏弟弟又坏我的好事 下次被我抓到 饶不了你 老狗叫 汪汪汪 小猫叫 喵喵喵 比东东 马上要考试了 你在干嘛呀 我在练习学小动物教啊 可是今天考试的是不能笑比赛呀 什么 不是学动物教吗 糟糕 我记错考试内容了 同学们 现在开始考试 谁能冲到最后 就能拿到神秘大奖 赶快开始吧 我都等不及了 哼 比东东平时就你最爱笑 你就等着第一个被淘汰吧 这是谁的奥特曼玩具啊 嘿嘿 这么漂亮的奥特曼玩具肯定是我的 阿七 你怎么这么笨啊 阿七 你第一个淘汰 什么 现在就开始了吗 可是我看到奥特曼玩具 根本忍不住就是想笑啊 阿七 林森 这有什么好笑的 不就是一个玩具吗 哈哈 阿七真想不到你这么笨 堂堂哥哥 我们还在考试 你笑什么呀 糟了我怎么给忘了 小天使保佑 舒精灵肯定没有看到 舒精灵我举报堂堂 他笑了 堂堂淘汰 考试继续 看来你们三个都是有备而来 下面我就要动真格了 看我的神秘武器痒痒脑 什么 是痒痒脑 嘿嘿嘿嘿嘿嘿 啊 熔熔你干什么 我 我看到痒痒脑实在忍不住 熔熔淘汰 现在就剩下你们两个了 这次我要出绝招了 羽毛给我上吧 我脑我脑我脑 哎呀好痒啊 我要坚持不住了 好了小兔没笑 下面换笔咚咚 嘿嘿嘿 幸好我昨天在小天使那里买了一个隐形面具 只要我戴上面具 就算我笑了也没人能看出来 我得赶紧把面具戴好 我脑我脑我脑 嘿嘿嘿嘿嘿嘿 什么声音 是谁在笑 书精灵 是小兔 他笑了 我没笑 比东东你污蔑我 刚刚的笑声是你的 肯定是你笑了 我没有 不见你问问羽毛 比东东确实没笑 但是我看到他的肩膀一直在抖 怎么会这样呢 比东东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怎么你说话嘴也没动 书精灵 我就是憋笑太久了 脸胶硬了 我知道了 你肯定使用的魔法面具 赶紧拿出来 哎呀 书精灵 其实我就是和你们开个玩笑 比东东作弊 我宣布这次比赛获胜的是小兔 我不同意 其实小兔刚刚也笑了 真的是这样吗 孩子们 快帮妈妈穿上鞋子吧 我妈妈穿的是平底鞋 这双漂亮的平底鞋是我妈妈的 哎呀 太小了 比比东 这双是儿童鞋 妈妈的平底鞋是紫色的 紫色的平底鞋 那就是这双了 妈妈给你穿上 我终于出来了 比比东谢谢你 走 妈妈去给你买鸡腿吃 好呀好呀 我们走 鸡腿 我也要吃鸡腿 妈妈 我帮你找到鞋之后 你也会请我吃鸡腿吗 那是当然了 五六七 快帮妈妈找到鞋子吧 我妈妈穿的是高跟鞋 有了 这就是我妈妈的了 妈妈给你穿 不对不对 五六七 这双鞋太小了 我的鞋是黑色的 快去找吧 知道了妈妈 我找到了 妈妈快穿上吧 我也有鞋子穿了 五六七 走 我们回家 你是要给我买鸡腿吃吗 连妈妈穿什么样的鞋子都不知道 还想吃鸡腿 你给我回家吧 妈妈 你怎么能骗我 大家都走了 可是小五怎么还不来给我穿鞋子 小五 你在哪 妈妈 你快穿上你的鞋子 怎么回事 怎么穿不上 小五 我不是你妈妈 我是婉儿老师 是婉儿老师 婉儿老师 婉儿老师 你的鞋子怎么也丢了 对啊 小五 你能帮帮我找到鞋子吗 可是小五 妈妈还在等着我 但是我又不能不帮助老师 好的老师 我帮你找鞋子 小五 我的鞋子落在了教室里 你快去帮我找回吧 好 老师 你等着我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等一下 我要赶快帮老师找到鞋子才行 妈妈还在等着我呢 桌子上没有 讲台上没有 那在哪里呢 哎呀 我看到了 在这里 我要赶快去交给老师 老师 我找到了 你快穿上吧 谢谢你小五 我出来了 不客气老师 我先走了 妈妈还在等着我呢 小五 小五 你不会不要妈妈了吧 妈妈 我来了 小五 你可算来了 妈妈还以为你不要妈妈了呢 对不起妈妈 因为我刚刚在帮助晚儿老师 所以来晚了 你快帮妈妈穿上鞋子吧 妈妈要回家 好的妈妈 糟了 我把妈妈的平底鞋落在了老师那里了 妈妈 你再等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小五 不用去了 我给你送鞋子来了 给你 谢谢你晚儿老师 没关系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妈妈 我来了 给你穿 我终于可以走路了 小五你忙活了一下 我应该饿了吧 走 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嗯 我还真的是饿了 不过能帮助到老师和妈妈还真是开心呢 哈哈哈 孩子们 快帮妈妈穿上鞋子吧 我妈妈穿的是平底鞋 这双漂亮的平底鞋是我妈妈的 哎呀 太小了 比比东 这双是儿童鞋 妈妈的平底鞋是紫色的 紫色的平底鞋 那就是这双了 妈妈给你穿上 我终于出来了 比比东谢谢你 走 妈妈去给你买鸡腿吃 好呀好呀 我们走 鸡腿 我也要吃鸡腿 妈妈 我帮你找到鞋之后 你也会请我吃鸡腿吗 那是当然了 五六七 快帮妈妈找到鞋子吧 我妈妈穿的是高跟鞋 有了 这就是我妈妈的了 妈妈给你穿 不对不对 五六七 这双鞋太小了 我的鞋鞋是黑色的 快去找吧 知道了妈妈 我找到了 妈妈快穿上吧 我也有鞋子穿了 五六七 走 我们回家 你是要给我买鸡腿吃吗 连妈妈穿什么样的鞋子都不知道 还想吃鸡腿 你给我回家吧 啊 妈妈你怎么能骗我 大家都走了 可是小五怎么还不来给我穿鞋子 小五 你在哪呀 妈妈 你快穿上你的横底鞋 怎么回事 怎么穿不上 小五 我不是你妈妈 我是婉儿老师 是婉儿老师 婉儿老师 你的鞋子怎么也丢了 对啊 小五 你能帮帮我找到鞋子吗 可是小五妈妈还在等着我 但是我又不能不帮助老师 好的老师 我帮你找鞋子 小五 我的鞋子落在了教室里 你快去帮我找回吧 好 老师 你等着我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等一下 我要赶快帮老师找到鞋子才行 妈妈还在等着我呢 桌子上没有 讲台上没有 那在哪里呢 哎呀 我看到了 在这里我要赶快去交给老师 老师 我找到了 你快穿上吧 谢谢你小五 我出来了 不客气老师 我先走了 妈妈还在等着我呢 小五 小五 你不会不要妈妈了吧 妈妈 我来了 小五 你可算来了 妈妈还以为你不要妈妈了呢 对不起妈妈 因为我刚刚在帮助婉儿老师 所以来晚了 你快帮妈妈穿上鞋子吧 妈妈要回家 好的妈妈 糟了 我把妈妈的平底鞋 落在了老师那里了 妈妈 你再等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小五 不用去了 我给你送鞋子来了 给你 谢谢你婉儿老师 没关系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妈妈 我来了 给你穿 我终于可以走路了 小五你忙活了一下 我应该饿了吧 走 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嗯 我还真的是饿了 不过能帮助到老师和妈妈还真是开心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